借也好像城墙一样 这个外面的坏人 敌人 我有个阻挡 不让它侵犯到我的安全 借也好像我们出去旅行了 带一个小水瓶 过去古人这个水瓶 这个神病 九寇的时候 它像赶路一样 可以滋润我们 这个界也好像这个缓慢 隐落 可以让自己更转眼 更美丽 你直接的人 表示有道德 有这个 规范自己的 这个神行 行为的正当 或者世界上的人 尊重 这个界也像存法一样 持恒幅度 我们趁这个界的 这个存呢 可以到达我们的目标 不会受到危险 所以 所以 慈戒 我的了解 这个不破的利益 对我们没有一点 不好害处 加入说 我犯戒了 因为是刚才问 慈戒呀 会犯戒呀 犯戒 认错吗 我犯戒了 这个 就等于这个 这个衣服 肮脏了 我要水 洗一洗 我犯戒呢 我可以忏悔嘛 就让我恢复情境呢 犯戒 也不要怕 在佛教里面 有的像这个淫中的戒条 像 赛道淫王啊 你要想 违反他 而不容易了 他所谓 善 不是善 他知的最终的意义就是不如一戒呀 叫不善人呢 因为各位大家 敢善人吗 你说我人 虽不敢善啊 但是对一些小动物啊 蚊虫啊 苍蝇啊 蚪蚱啊 我可以打死他们呢 那许多的 蚊虫 蚂蚁 蚪 蚪蚪 跟善人不一样 你就中有犯出 那个最狠情 叫做特吉罗 那个可以忏悔的 当然 世故皆的人 对于这许多 所谓 蚊虫 蚂蚁 蚱 蚱 平常 可以防止 明了 色神 中有了 也可以取出 也不必色神 你说 不得已我三老 你认错 你说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今天打死一个老虫 打死一个蚱蚂 罪狗 罪狗 我想你的罪狗 就感觉 简单 很小 假如你不知道 忏悔 我打死一个蚱蚂 再打死一个 打死一个老虫 哎呀 我要再打死一个 我想 那个 罪狗 就不一样了 我常举的 例子 比方说 一个出家人 应该吃戒 不能喝酒 不能吃肉 不过 加入说 一个出家人 他又喝酒了 又吃肉了 我们看到他呀 哎呀 这个出家人 罪过我 罪过我 但是 这个出家人 在喝酒 他又惭愧些 哎 惭愧惭愧 我都出家了 来喝酒 来吃肉 这 罪过可能就 小的很多 我们平时 没有手间 这个酒 来 一瓶 再来一瓶 再来一瓶 我想 去几股 醉股 我们随大随小 就口相而知 我的意思 是受戒 对我们 倾经 安全 对规范我们的神性 有很大的利益 拱拥 不要怕 甚至要再明白说一句 您可以犯戒呀 也要受戒呀 你不受戒没有得度啊 没有灯光啊 没有重犯啊 你受了戒了以后 能够犯戒了 对了 你可以自无根性的 你不许戒 感觉 我能够犯了